一早起床 狐狸猫的喉咙又腫又痛 到医院检查以后 医生告诉狐狸猫 它的喉咙会变得又腫又痛 是因为它的喉咙里的扁桃腺肿起来了 狐狸猫好奇地问医生 扁桃腺为什么会肿起来呢 医生说狐狸猫因为感冒 身体受到病菌感染 身体里的白血球和淋巴系统 会协助杀死病菌 所以喉咙里有一个淋巴器官 扁桃腺肿起来了 只要好好休息 过几天就会痊愈了 听完医生的说明 狐狸猫放心许多 不过刚才医生提到的扁桃腺 还有淋巴系统到底是什么呢 还记得上次的课程中曾经学过 人体的循环系统 包括血液循环系统与淋巴循环系统 经过上次课程 我们已经了解 血液循环系统的构造与功能 这一次的课程 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 淋巴循环系统 究竟在身体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吧 淋巴循环系统包含淋巴 淋巴管和淋巴器官 像是淋巴结以及狐狐狸猫这次因为感冒肿起来的扁桃腺都属于淋巴器官 当血液在围血管中流动时 血浆中部分物质会从围血管渗出流到组织细胞之间 这些液体就称为组织液 这时狐狸猫十分困惑 如果不断有血浆从围血管中渗出 那血液中的血浆会不会越来越少 而组织间的组织液越堆越多 这样不就会越来越不平衡了吗 所以表示人体一定要回收这些组织液 这里请你想一想 你认为人体如何回收这些从围血管渗出的过多组织液呢? 人体如何回收渗出围血管的组织液呢? A. 渗出血管的组织液可以全部流回围血管中 B. 人体有负责回收组织液的器官系统 正确答案是B 今天影片的主角淋巴循环系统 能负责回收这些组织液 在我们的组织细胞间 除了血管外 还有另外一种管状构造称为淋巴管 淋巴管的末端是封闭的 不会跟围血管直接相通 组织液会渗入淋巴管 这个时候组织液便称为淋巴 淋巴会在淋巴管中流动 如果我们放大淋巴管来看 还能发现有些淋巴管内也有瓣膜 可以帮助淋巴的流动 防止淋巴逆流 而淋巴最终会注入到静脉中 回到血液循环 如此一来就能维持血液组成的恒定性 在刚才的课程中 你有注意到血液组织液与淋巴间的关系吗? 这里给你一个小问题想一想 血液组织液与淋巴何者含有红血球呢? 血液组织液与淋巴何者含有红血球呢? A. 血液组织液与淋巴皆有红血球 B. 只有血液中有红血球 而组织液与淋巴中没有红血球 正确答案是B 组组织液是血浆的部分物质 从围血管中渗出形成的 而组织液渗入淋巴管后称为淋巴 红血球没办法穿过围血管 因此组织液与淋巴中 是不会有红血球的哦 看到这里 狐狸猫更认识淋巴循环系统了 不过它还是很困惑 为什么感冒受到病菌感染时 扁桃腺会肿起来呢? 这是因为淋巴循环系统 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功能 当人体被细菌或病毒等病原体入侵时 除了前面学过的血液中的白血球 会消灭病菌进行防卫外 淋巴循环系统也扮演着 身体重要的防卫菌哦 人体的淋巴循环系统中 有许多淋巴结 当淋巴流经淋巴结时 其中所含的病原体或其他异物 会被淋巴结过滤出来 同时引发淋巴结内的白血球作用 以阻挡病原体的蔓延 因为淋巴结就像防卫军的营地 同时也是细菌和病毒入侵时的战场 当身体出现被细菌和病毒等病原体入侵时 身体会在淋巴结增加军队 当军队集结在战场杀敌 淋巴结就肿大了 而扁桃腺就是其中一个淋巴结 这就是为什么狐狸猫受到病菌感染后 扁桃腺会肿起来的原因哦 以下关于淋巴循环系统的叙述 何者正确 A 淋巴中含有红血球 B 淋巴最终会注入动脉 回到血液循环系统 C 淋巴管具有过滤病原体的功能 D 淋巴循环系统 能协助维持血液组成的恒定 正确答案是D 到课程的尾声 让我为你做个小整理吧 淋巴循环系统 由淋巴、淋巴管、淋巴器官 例如淋巴结所组成 淋巴循环系统有两个主要功能 第一 能协助血液循环的运输 可维持血液组成的恒定 第二 淋巴结内有白血球 能过滤病原体具有防御功能 接着我们来比较血液循环系统 与淋巴循环系统吧 血液循环系统由血液、血管和心脏组成 主要功能是运输体内的物质与气体 淋巴循环系统则由淋巴、淋巴管与淋巴器官 组成 主要的功能是协助血液循环的运输 也有防御的作用喔 最后给你一个小问题想一想 狐狸猫在网路上查到一种 名为橡皮病的疾病 橡皮病的患者 因为淋巴系统被寄生虫感染 因此脚会异常的肿大 这是因为淋巴系统的哪个功能 被影响导致的呢 欢迎你寻找答案 并在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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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